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花蓮線教育網路中心邱文勝老師 我們今天就來做第一個程式 如果你的硬體使用的是S4A感測器學習版 我們待會要觀察的是這個地方 有三個,一滴10,11,12 我們會用其中一個來做亮燈的練習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花蓮線的這一套 這一套Arduino的話 它是S4A的這一套的話 那我們就要另外拿一個LED出來 我今天用來做示範的是用這個RGB RGB的全彩 全彩的LED模組 它有四個接角 這個部分線我們要自己接 它除了GND GND是接地之外 另外RGB就是三個顏色的控制線 三個顏色的控制線 那所以我們把它接在這邊 這邊 如果你是用這一套的話 這上面有一個黃色的插座 它上面有寫5,6,9還有GND GND跟減號 減號就是GND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插黃色這個插座 所以你要拿度方線 你找4PIN的 你要撕一個4PIN的下來 4PIN的 4PIN的度方線把它撕下來 接下來之後呢 我們習慣 習慣黑色啊綠色這個都是接地 習慣上了 可以養成良好的習慣的話 就盡量教小朋友 養成良好的習慣 把黑色的或者深色的 都把它當做接地 這樣子線就會很好插 不會插錯 所以我們把綠色的部分 對準這個GND的地方 把模組插上去 那另外三個顏色就是個別 當然就是個別控制 三個顏色的訊號 然後呢 另外一端呢 我們一樣把這個 板子上面 有一個減號的地方 減號的地方就是GND 所以我把綠色 對準減號的地方 綠色對準減號的地方 這樣子把它插上去 然後我們習慣上了 畫一張年紀大了 有點腦花 好 所以綠色的地方 對準減號 把它插上去 然後 我們習慣上 我會把線這樣折過來 這樣子會比較好固定 所以不管你今天用的是 如果你待會用的是這一塊板子 你直接觀察這個地方就好 或者這個地方 等一下看我們用哪個角位 哪個角位 好 那 這是接線的部分 接線的部分 那你就把USB把它插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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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